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您知道吗 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病情其实不完全了解 也不准确 所以我们买的药就不一定适合 往往是南辕北辙了 从今天开始一连七天 我们要请专家为大家介绍 能够迅速辨清楚自己病症的方法 能够买到适合自己的药 从而对症下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的专家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我们欢迎倪城先生 欢迎 主持人好 欢迎 欢迎倪教授 那么今天我们需要为大家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又要用到哪些中程药呢 我们来看大屏幕 感冒是小病 闹起来可真要命 头晕头疼 浑身无力 不停地咳嗽 没完没了的鼻色流鼻涕 甚至发烧头疼 让人吃不好也睡不好 面对这些困扰时 很多人都会选择服用一些中程药来治疗 板栏根颗粒 感冒清热颗粒 银翘解毒片 这些耳熟能详的药几乎是家家必备 有时候这些药可谓是药道病除 可有时候却不太管用 症状并不见缓解 只能是试着吃 换着吃 种类那么多的感冒药 究竟该如何选择呢 中医讲究对症下药 怎么才能找对病因 选对药呢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 我们怎样来理解感冒的病因呢 您听说过冷伤风 热伤风吗 热伤风听过 根据病因我们中医分为两类 风寒感冒 俗称冷伤风 风热感冒 俗称热伤风 那风寒和风热如何进行鉴别 这是我们在选择中程药前 首先要搞清楚的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 来加以鉴别 首先是从发热跟怕冷的轻重 那风寒感冒呢 我们用四个字来形容叫 寒重热轻 就是说怕冷比较明显 发热呢相对比较轻 我们叫寒重热轻 反观风热感冒呢 它反过来是热重寒轻 也就是说发热重怕冷轻 甚至它不怕冷 这是第一个电别要点 第二个呢就是从流鼻涕的 这个颜色来区别 风寒感冒呢往往是鼻流轻涕 风寒感冒呢是鼻流黄涕 一个是挂着青龙 一个是挂着黄龙 这样大家就便于这个理解 第三个呢从口渴不渴 风寒感冒呢可不渴 风寒感冒呢因为有热 所以口渴 第四个呢从烟是否疼痛 风寒感冒呢是烟不痛 风寒感冒呢是烟痛 像有的一些流感 上来是不是嗓子就疼 是吧 最后呢就是从舌苔来进行鉴别 风寒感冒 记住了舌苔是薄白 而风寒感冒呢舌苔是薄黄 我们一般从五个方面 来鉴别风寒与风热感冒 你看这个小小的感冒 我们可以分出这么多的细枝末节 对 所有的这个症状是完全不同的 对 所以说到这儿啊 我们要赶紧问问我们今天 陪伴我们一起云露制的 两位场外的嘉宾了啊 好我们欢迎连续 欢迎金云景 你们好 云西你好 云西好 两位嘉宾好 李主任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刚才啊 你主任给大家介绍的啊 关于感冒的分门别类啊 二位有听说过吗 云景 我觉得我好像这个风热感冒居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感冒以后 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走嗓子 我嗓子疼 我只要一感冒 嗓子就先完蛋了 吞咽的时候 我老觉得这儿更了个东西 老是觉得这儿卡的东西 好像咽不干净那种感觉 然后过两天以后呢 我就会发现 我这个这样打哈欠 或者张嘴的时候 这儿都撑不开 都疼 而且我后期卡牌这个痰呀 都是那种 有点像果冻一样 那种黏黏的痰 所以我觉得 我就一直得到那个痰 排出来以后我才能好 而且在后期的时候 我咳嗽的时候 嗓子这里会有刺痛感 就一咳完 感觉里面有针扎那种 然后呼吸都感觉疼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感冒 就走这嗓子 我真的是从小到大 都一直是有这个魔咒在 在我这块 病 就是有这个 这个这个病发症在这边 我觉得特别难受 是 确实非常的煎熬 对生活很有影响 嗯 好的 谢谢 来 连续 我是比较复杂了 我基本上 感觉好像自己像风寒 因为这个有点怕冷啊 然后 有点低烧啊 然后浑身有点疼痛啊 然后痰是白膝痰 但是我比较奇怪的是 基本上过个一两天 两三天之后 那我就会感觉又有点像热性的 比如痰变黄了呀 然后嗓子有点疼啊 什么之类的 嗯 好的 谢谢连续 那么刚才呢 他们也非常清晰地描述了 自己的这种症状啊 是不是他们的感冒也是不同的 对啊 刚才你看这个云锦说得很清楚啊 他主要是一上来走嗓子 对 嗓子疼 嗓子发紧 甚至还有一点 有点发刺感 嗯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 风热感冒初起 最常见到的就是咽喉主痛 嗯 甚至扁道体 还有一点发炎 有的还会发烧 这个呢 属于风热感冒 这个连续呢 它一开始是比较典型的风寒感冒 但它有一个特点 过来两三天以后 就用风寒感冒转化为风热感冒了 风寒感冒大多是从这个全身的这个皮毛 哦 皮毛 所以你看上来有的人就这么怕冷啊 哦 是吧 走皮毛的比较多 相对来讲啊 风热感冒呢往往从口鼻而入的比较多 你看很多一些流行性感冒 上来就是发烧 嗓子疼 是不是 口渴 它不一定怕冷 上来就是这样 就是口鼻而入 我们中医里边这么讲叫 温邪上寿 首先放肺 这个温邪就是温热之邪 什么叫上寿呢 就是从口鼻上呼吸道 然后呢进入到肺 所以你看风热感冒过了一两天以后 开始就什么 有的人就开始咳嗽了 所以它是根据风热从口鼻而入 引起了一个感冒的一个症状 我们中医呢往往是什么呢 省症求因 根据你的临床的症状 我们来推求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比如说嗓子疼肯定是有热 是吗 嘴巴还有一点干 可能是热伤筋了 所以理解温邪上寿 首先饭肺的含义 我们终于对这方面的认识 是很历史 是很悠久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我们首先呢 请我们场外的两位嘉宾 来看一看我们如果是风寒感冒 要用什么药呢 风热感冒 又用什么药呢 看看他们做的对不对 你们现在手上啊 有两个中程药的药名牌 那么对应的是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 看看你们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项 来有请 那么大家准备的怎么样呢 听我口令 三 二 一 请亮提板 你们俩贴的都一样 这个风寒感冒贴的是板栏根 风热感冒贴的是感冒 清热颗粒 学会抄作业了是吗 同桌了你 好 那我们先请云锦来阐述一下自己的选项的理由 首先我觉得从这个药的名字 你就可以看到感冒清热颗粒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风热感冒的时候 这个药名它是对症的 而且我一般是这样 就是我风热感冒的时候 我会喝感冒清热颗粒 对 然后这个风寒感冒 我就觉得 其实就是着了凉了 而且我一直都觉得风寒感冒 就是它跟病毒感冒不大有关系 就是风寒感冒好像不大传染别人 就是自己比如发烧 冷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你就一开始 有这点症状的时候 身体一发紧或者一冷 我就立刻喝板栏根 然后发一发汗 我觉得我这个症状就缓解多了 感觉毛孔都给打开了 就不紧缩着了 所以我是这么选 来看一下连续 连续 你选择的理由是 英雄熊所见略同 这个云锦把我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但是我给你补充一点 咱们设想一个情景 咱普通老百姓 你看这个 比如外面下雨 你淋着雨了 回家洗个润水澡 把身上都擦干净 换上干净衣服 准备什么呀 是不是就得冲一点白蓝根了 你同事 比如说你上班 但是同事有一个最近正在感冒的 你其实你担心怕被传染吧 你准备什么呀 你是不是也得喝点白蓝根的 这个就是做预防用的 那究竟两位选择的是否正确呢 我们要一起来请教一下专家了 其实刚才两位嘉宾的选择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很多人到了药店 很多人到了药店一看琳琅满目的感冒药 烟花编乱 所以很多人怎么办呢 要么就听这个售货员在那介绍推荐 要么就自己凭着感觉走 像刚才两位 风热感冒 因为里边写着感冒清热颗粒 所以就想当然清热嘛 就针对风热感冒 对吧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一定要看看里边的说明书 里边有什么成分 有什么功效 有什么适应症 所谓的叫对症下药 这一点至关重要 那如果选错了会怎么样呢 轻则延误感冒的病情 本来感冒三五天一个星期就好了 那有的感冒有的是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都好不了 因为它没有对症 用反了 第二个就是不要根据这个 要明想当然的选择 像刚才两位把感冒清热冲剂 用于风热感冒选错了 它是用于风寒感冒 那板南根呢 板南根呢 是用于风热感冒的预防 以及早期有嗓子疼的时候 因为这个药有清热解毒 凉血沥烟的功效 所以你把它误作风寒感冒 显然就不对症了 所以结果是完全相反的 两位嘉宾都选错了 那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呢 感冒清热颗粒有清热二字 对 那会不会用在风寒感冒上 会越清越寒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那会不会用在风寒感冒上 会越清越寒呢 可能是很多观众都听到一个话题 感冒清热冲剂 所以它这个方里边 它有这样五部分组成的 它是以疏风散寒解表为主 那这个方里边 主要是有哪些药呢 有经戒防风输液和白纸 这些都是趋风散寒的 这四味药都是趋风散寒解表药 所以用在 所以整个这个方的一个主体 是针对风寒感冒的 原来如此 这里边还有讲头 其中这个防风还可以止痛 头生的疼痛 这个酥液 大家都知道 这个韩国料理里边 是不是有酥液 就是那个酥液 紫酥 它不仅仅能够酥酥散寒 还可以形其合胃 感冒的时候是不是胃口不好 甚至还得恶心呕吐 有点胸口闷 肚子还有一点胀 另外还有一些 它还具有化痰止咳的 这样一些作用 另外还有一位 就是白脂 白脂这个药除了疏风散寒以外 它是一个止痛 尤其是前额疼痛 前额还木框疼痛 这个药很好 另外还可以通鼻壳 感冒的时候不是很多 有鼻塞流鼻涕 这个药是通鼻壳的一个量药 所以这个方我们就不能发现 因为它的主体是疏风 散寒 结表 所以主要是用于风寒感冒 原来如此 当然它这里边也配舞了一些 像柴壶 葛根 这些主要是用于结表 也注意退热 所以像连续你吃感冒 清热颗粒就比较好 一开始就吃 而且可以防止它 由风寒感冒 转化为风热感冒 因为它这里边 有一些预防性医药 因为一些风寒感冒 过了几天以后 它们容易化热 就像连续那样 这个方里边给你兼顾到了 是不是一感染风寒感冒 就只能吃感冒清热颗粒呢 风寒感冒里边也要分轻的 还有中等程度的 刚才所说的感冒清热颗粒 用于中等程度的风寒感冒 那么对于有的人 风寒感冒比较轻 或者有风寒感冒的一些征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 另外一个方 叫正柴虎影颗粒 那这个正柴虎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为什么叫正柴虎 我们古代有个方 叫正柴虎影 明代张景悦 景悦全书里边 对这个方的记载 它是这么说的 凡外感风寒 发热物寒 头痛 生痛 节虐 初期等症 这个节虐呢 就是略结的一种 反血气平和 疑虫平散者 此方组织 所以它这里面正乱就是 你看发热物寒 头痛 生痛 但是呢比较轻 就是感觉到有点怕冷 不发烧 其实发烧也是低烧 另外呢有点头痛 有点头痛 生痛 肢体有点酸痛 这时候我们首选的是 正柴虎影颗粒 为什么我们轻症的时候 要用这个正柴虎呢 是因为它的这个药效 比较温和一些嘛 它的药力比较平和 不是很强 它里边发散风寒 用了什么呢 就是防风和生姜 防风和生姜 发散风寒 药力比较弱 柴虎在这里边 除了截表 退热以外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输肝结育 你发现没有 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情绪紧张的时候 情绪波动的时候 比如说考试前 他为什么容易感冒 就精神因素 他也会影响感冒 那这个方里边呢 正柴虎影除了截表 退热 他还可以输肝结育 另外呢 这个方里边 还有一个药叫陈皮 感冒了以后 没有说哪个人感冒以后 胃口大开的 感冒以后 胃口肯定是受影响的 那陈皮这个样呢 可以理气和胃 可以开胃气 所以胃口不好的 我们在这里边 用了陈皮一方面 协助柴虎来理气 另外可以开胃 所以也使感冒的人以后 胃口能够改善 不要等感冒以后 再来改善这个食欲和胃口 所以这个方妙就妙在这儿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感冒的时候 这个家长都会说 你吃点东西吧 不愿意吃 对 其实这个方呢 我们家就经常背 我女儿就是那时候 中考的时候 那段时间就是感冒频率比较高 后来我发现一个规律 她感冒的时间大多是在考试前 就是精神压力比较大吗 可能是情绪容易紧张 情绪容易波动 尤其是女孩子 加上要复习考试 是吗 抵抗力也会下降 所以她考试完了以后她就好了 所以她有这样的规律 加上考试之前感冒以后 胃口还不好 不想吃东西 我说你这种情况 还是比较适合用正财乎饮颗粒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就给她备用了 在里面就备用了正财乎颗粒 所以风寒感冒的朋友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轻症的时候 就要选择正财乎饮颗粒了 那么相对较重一点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 选择的是感冒清热颗粒 千万不要选反了 选错了 刚才我们看到 大家对于风寒感冒选的 都是板蓝根 这个选项也错了吗 你教授 这个就选错了 因为板蓝根颗粒 它是一个清热解毒 凉血逆阴的药 所以它就不适合风寒感冒 就是选反了 对不对 对 它是个寒性药 它应该用于 我们下面要讨论的 风热感冒出奇 就像这个云颈 上来就是嗓子疼的 总嗓子 刚刚有风热感冒苗头 嗓子疼的时候不是很严重 我们首选板蓝根颗粒 或者是家里边得了 有谁得了风热感冒了 你要预防一下 那也可以选择板蓝根颗粒 那么刚才说到风寒感冒 我们分为轻症和重症 对 风热感冒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风热感冒我们要分轻中重 三种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轻症的 连续你觉得轻症的风热感冒 都有哪些特点呢 我觉得风热嘛那就是热 换到人体的感觉来说就是发烧 就感觉热了 来 云锦我们看看你的判断 什么是风热呀 肯定就是身体内部有火 热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风热感冒的 最开始的初期的症状 应该就是上火 比如说硬软饿都发痒 眼睛痒 鼻子也痒 然后嗓子也带点痒那种感觉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风热感冒的初期症状 那尼教授 他们两位的判断我不知道准不准确呢 风热感冒就是热伤风比较轻的呢 就是上来就是走嗓子 嗓子疼 嘴巴有点渴 不发热或者是低热 就38度以下 这个一般我们判断是比较轻的 所以两位的判断其实还是压重题了 还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 板栏根颗粒了 对吗 二就是功效 清热解毒 凉血沥烟 就是专门治疗咽喉疼痛的一个专药 也可以把它作为风热感冒的预防药 但不能作为风寒感冒的预防药 因为它是一个清热解毒 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药 我们可以这么来认为 也可以这么来用 但是如果稍微厉害一些了 可能这个板栏根的药效 就打不到了 对不对 那可能就压不住了 压不住 就因为它是不属于轻症了 属于中症了 中症呢 大家注意一下 它有什么特点呢 可能就发烧了 这发烧往往是38度到39度之间 就是中等的发烧 对 对 对 因为嗓子疼就比较厉害 口渴也比较明显 然后鼻子流黄鼻涕 时间红 太薄黄 主要是以发热 还有烟痛的程度 还有口渴的程度 就是总之来讲 它比这个轻症药要重一些了 这时候可能板栏根就不行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选择一个药 叫银翘解毒片 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了 对不对 那银翘解毒片 为什么会比板栏根药 更厉害一些呢 它的这个适应范围 就要比它广 它是以疏散风热药为主组成 还用了一些 清热解毒 辟会 另外呢 还用了一些 清热身经止渴 还有一些透散表携 还有一些宣肺利焉 那么其中呢 这个银花和莲鞘 有三大作用 疏散风热 针对风热 另外还可以清晰解毒 就是抗病毒 另外呢 还可以芳香辟会 我们中医讲 凡是像这种流行性感冒 有流行性特点的一些感冒呢 它往往会夹杂 会作之气 所以这个药呢 有三大作用 所以与它来命名 就是这个原因 它也是源自于古方吗 对 源自于清代 温病学家 吴俊通 温病调变 温病调变是这么来说的 说太阴风温 温热 温疫 东温 初期物风寒者 桂枝汤组织 淡热 泵木寒 而渴渴 新凉平济 银翘散组织 也就是说 银翘几多片 它是源于银翘散 这是一个古方 它主要是用于什么呢 上来就是发热 淡热就是光热 泵木寒 但是有口渴 就要用银翘散 我们现在就用银翘 解毒 这个片 这里面就是注意一下 这个发热往往是中等程度的 要注意如果是超过38度5 那就用去医院 或者用其他我们下面说的比较重的一个中程样了 那么刚才说到了风热感冒的轻症 中症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讲重症了 比较厉害了 我们应该用到什么样的中药呢 首先要判断一下 什么叫重症的风热感冒 重症风热感冒 一个是发热比较高 就是高热 高热就是到了39度了 一个高热 甚至还会出现烦躁 咽喉肠痛 甚至是化膿 甚至化膿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这时候呢就要用什么呢 用一个叫清开灵颗粒 清开灵颗粒 它的作用 清热解毒作用 就要强于银窍解毒片 也强于这个板栏根颗粒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选择这个清开灵颗粒 那么这个清开灵颗粒呢 它里边有这样一些成分 你看它有金银花 不仅如此 有金银花有板栏根 还有黄芹 黄芹芹的解毒的 另外呢还有牛黄 牛黄它用这个酸来代替 另外呢还用了水牛角 所以这些药都是清热解毒药 胆酸是什么呀 胆酸就是 它是从那个胆质里边 牛羊 马里边的这个胆质里边 提起的一种成分 这个牛黄不就是 牛的那个里边的这个胆结石吗 那么现在因为这个 你要知道天然的牛黄比黄金还要贵 所以因为这个牛黄太贵了 所以它用这个从胆质里边 从这些动物的胆质里边提取的这个胆质 胆酸来代替这个牛黄 那么牛黄 珍珠粉和这个水牛角 这三个药呢 可以清热退热 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还有白蓝根 黄芹 还有金银花 这些药是 这些都是干什么 都是清热解毒药 所以这两组药配合在一起 抗病毒 抗菌 能够这个协同增效 能够互补 能够这个扩大这个疗效 那么这个清开灵呢 它的这种药方的组成 是不是也源自于古方呢 这个方呢就是从古代一个方 叫安宫牛黄丸化财来 安宫牛黄丸也是清代温病学家 吴俊通温病调变里边的一个方 这是救命的药 对 这个是清新开窍 高热烦躁神魂战雨 甚至惊觉 这时候就要用安宫牛黄丸 它是从这个安宫牛黄丸里边 有效成分进行组合偶尘的 所以这个方是大有来头 有一些朋友的这个风热感冒 可能直接就走嗓子 那这个嗓子可能会很痛啊 然后这个扁桃体还化浓了 非常的痛苦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 马上用到清开灵呢 除了刚才说了 因为风热感冒比较严重的 那么对于一些上呼吸道感染 还有一些咽咽 扁桃体肿大甚至化膿的 这种扁桃体化膿上来就是容易就发高烧 这个清开灵颗粒清开灵片 很有针对性 因为它清热解毒的作用 要强于柏蓝根颗粒 也强于银窍解毒片 您看 主任 这风寒风热我都都明白了 刚开场的时候 您也说我的情况也变得比较普遍 就是初期是风寒 然后过了几天就转成风热了 那我想问的是 我们明白的这些药都怎么用呢 是不是我们随着自己的病情的风寒转风热 我们这个药也得自己相应的调整呢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正是我想跟观众朋友所说的 我们中医就是说要动态用药 动态用药主要是更好的对症 你随于风寒感冒 当然就要用治疗风寒感冒的药 一旦有风寒感冒过了两三天 它转化为风热感冒了 那你就要用银翘解毒片 甚至用氢开磷颗粒 就不能再用前面的感冒氢热颗粒了 所以像连续这样的朋友呢 脑子里要储备两套系统 风热感冒系列和风寒感冒系列 以便我们要随时地进行调整 就像频道替换一样 今天因为请到您主任来 我就特别地高兴 难得请专家在线帮我们问诊一下 所以我想请我妈妈来 也问一个代表中老年人 也来问一个关于感冒的问题 欢迎欢迎 阿姨好 阿姨好 您坐这边 你好 慢点 阿姨好 我是小丁 您有什么样的问题 您尽管问 我呀是经常爱感冒 几乎是两天三头就感冒 十天半个月就感冒一次 特别是经常就是那个上额和那个鼻子 鼻腔接触那一块经常有发炎 就觉得动不动就感冒了 红声发冷 红声还发冷 有时候流鼻涕 有时候咽咽也犯痒 特别是太爱感冒 太频繁了 特别是今年这个冬天 感冒特别多 就是我妈是这样 我觉得可能是她带孩子 也特别辛苦 也比较疲劳 所以呢 她这个冬天就是三天两头感冒 而且她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着凉了 还是上火了 莫名其妙的就感冒了 或者比如说 我们家里边有谁感冒了 那我妈肯定是第一个被传染的 所以经常请教一下 你主人像我妈妈这种情况 就总感冒不容易好 而且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该怎么办 好的 云瑾阿姨先别着急 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云瑾你的母亲呢 就是属于体虚感冒 说的再通俗一点 就是免疫力差 引起来感冒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精准地用药呢 这时候呢 就是要分 区分一下 比如说现在是不是在感冒 体虚感冒 感冒发作的时候 一种处理方法 还有就是感冒好了以后 预防 有两个方案 太好了 咱们一个一个说 对对对 首先来说发作的时候 发作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哪些药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首先来说发作的时候 发作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哪些药呢 我这里边推荐一个药 叫小柴虎颗粒 这小柴虎颗粒呢 就是用于体质比较弱 三天两头感冒 在感冒呢 就是上来就是发烧 这发烧呢 可高可低 甚至是低热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发热跟怕冷啊 交替出现 发热的时候不怕冷 不怕冷 怕冷的时候呢 不发热 它两者呢 交替出现 这次就是从热形 它发热的时候呢 往往有一个什么特点 它往往会伴有 恶心想吐 恶心想吐 有时候呢 还跟这个情绪呢 也有一定的关系 有时候还伴有一些肋骨 有一点脏啊 疼的 脏点疼 这时候我们首先 就是首选了一个药 就是小彩虹颗粒 刚才呢 那你主人说的这些状况 我不知道阿姨 有没有过 一会儿冷 一会儿热 有没有过呢 有 有过 有过 我经常有这种情况 一冷 虚冒 虚汗 有时候还发冷 一会儿又热了 而且刚才 比如说 你主人提到 那个两肋胀痛 我妈也是有存在的 有这个感 好的 所以刚才阿姨的这个症状 也是完全符合您 刚才说的这些 这些细致的描述的 那这个主角也是柴虎 对不对 那和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正柴虎 尹 颗粒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首先这是两个不同的方 小彩虎汤是东汉时期 一圣张中景 三寒论的方 正柴虎影呢 是明代一家张景岳 景岳全书的一个方 两个方不一样 组成也不一样 工业也不一样 那么这个方里面呢 有七味药 除了柴虎以外 还有黄情 半相 生姜大枣 党生甘草 这里边的党生甘草 大枣 就是什么呢 就是扶住正气的 但是呢 它不是以扶正为主 这个方的重点 是疏散退热 以驱邪为主 所以这里边的柴虎呢 具有解表退热 另外呢 可以疏干解语 黄情呢 可以清洁理热 可以防止这个外邪 往里走 所以您刚才说到了 这一组方子 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 完美的搭档了 对 那么除此之外 除了治疗我们的这种 老年的体虚性的感冒之外 那它有没有隐藏观 是我们没有发现的 它还有什么别的妙招呢 我在灵神上面经常碰到 这个一类的人 他平时不感冒 他什么时候感冒呢 来预精的时候感冒 然后吃了 刚才我说的这些感冒药 都不管用 它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滴烧 或者是寒热往来 像瘤疾一样 第二特点就是特别烦躁 另外呢就是 它有时候预精还会出现什么情况 盖来预精的时候 它不来 它有三大特点 所以这个在灵神上面很多件 女同志经常会有出现出的情况 所以大家记住 女同志来预精的时候 发烧 或者是怕人交替出现 还有一些轻着烦躁 重着说胡话的 这时候手血 小柴和颗粒 没想到这个药呢 信息量特别大 而且呢 我非常高兴的是 就正如这个云锦妈妈所说的 她的这些症状 刚才尼主任也说到了 是完全对症下药的 所以您记得要买这样的药 我就觉得 我这感冒太频繁了 我就想着 有没有预防 提前预防了什么好的方法 就是说 在这个感冒之前 就把它能够遏制住 或者是怎么 我就想着有这么一堆心愿 好的 你的需求也真是我所期待的 就是要治胃病 就是一个怎么来预防感冒的问题 刚才说了 体质弱 感冒的时候呢 用小柴和颗粒 当感冒好了以后 要防止它反复发作 我们可以选择 一个中程叫 预平风颗粒 这个预平风颗粒 我们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过很多次 就像一个屏风一样 对 把我们保护起来了 对 这个预平风呢 就是它具有一气固表止汗 通过发挥这样的作用 给人体体表筑起了一道屏障 可以抵御外来风邪的侵袭感冒 所以这个方 这个作用就像这个方明一样 所以它也是源自于一个经典的名方 经典的古方呢 对 对 这个方呢 预平风颗粒原自一个方 叫预平风散 这个救援方 这本书里边记载 预平风治疗什么呢 臭理不密 抑郁感冒 这个臭理不密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 免疫力差 抵抗力差 就是期虚了 不能够顾护基表了 屏障失灵了 容易感冒 抑郁感冒 感冒了吗 还没有感冒 就这种人体质比较弱 容易感冒 但是还没有感冒 这时候用这个预平风颗粒 就可以通过一期 顾表止汗 来达到一个预防感冒的发生 和复发 它这里边其实都是一些常用的药 主要是生黄旗 草白族 防风 大早 这里边呢 领衔的 主眼的药 我们叫军药 就是黄旗 但是要注意 这个黄旗 一般要用生的黄旗 生的黄旗 可以一气顾表 如果是用它来 单纯来补气 就要用质黄旗 就是生用 它会什么呢 往外走 这个质用呢 它主要是补内脏的虚 你要是用补体表的虚弱 肺气虚弱呢 一般就要用生黄旗 作用就是一气顾表 宛如给人体足起了一道屏障一样 您刚才说到可以一气顾表 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那它是不是说 这个作用不仅仅在预防感冒 和防止感冒复发之上 还有别的应用范围呢 这个就是从感冒角度的是这样 除了用于预防感冒的发生 或复发以外 那么在临床上面 对于一些像慢性肾炎尿毒症 他们的这个抵抗力很弱 经常是弱不经分 你要知道这个慢性肾炎尿毒症 一旦感冒起来 这个水肿 血尿 蛋白尿 随之马上就反弹 感冒好了以后才一下去了 所以预防慢性肾炎尿毒症感冒 那是极为重要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些像老慢支 还有一些小的反复发作的 上呼吸道感染 这个预凭风伞都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所以今天真的是获益肥浅 那么感冒有寒热之分 感冒药依然有寒热之分 而且我们还有轻 中 重度 不同程度的这种分门别类 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状况 摸清楚 搞清楚 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做到药道病除 好的 感谢霓成教授的精彩讲解 也谢谢我们场外 二位嘉宾的陪伴 感谢您收看《健康之路》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